行政院针对国会职权修法提出复议案 立法院预计19-20两天举行全院委员会 邀请行政院长卓榮泰到院说明 21号院会投票表决 公民团体预告将再次集结 国民党也申请立院周边入权 号召支持国会职权修法的民众到场 这是一个机会 第一个是号召已经放暑假的学生 到青岛东路来参加民主台湾夏季学校 第二个号召我们号召台湾所有的 自营作业者小店家小老板 在19-20-21这三天 公休一天请向顾客请假 来到台北捍卫民主 年轻学子们上街头 如果立法院能够接受复议案 重新回到委员会审查 蓝白还是多数 他们还是未来有机会再通过 那何必急呢 在急什么 如果能够降低社会的冲突的话 让法更周延 我认为这个是立法委员的责任 今明年召集人赖中强指出 目前正在征求共同参与的团队 保守估计19-20-21号这三天 每晚都会破万人 对于国民党阵营也将在场外集结 赖中强认为民主国家集会自由 不同诉求也要理性尊重各自意见 另外 针对国会改革复议案 台湾民意基金会17号公布最新电话民调结果 显示有51.9%的民众 基本上支持行政院提复议案 33.5%不支持 基金会董事长邮英龙指出 这显示行政院提复议案 具有雄厚民意基础 许多民众希望透过复议案 弄清楚朝野究竟在炒什么 而非已经有预设立场 基唐人雅力电视 网量简正义豪 姚汉宇 唐文台报道